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点怕 可是我的脚扎进沙子里又觉得很踏实 海水好凉 我有点冷了 冷了?那我带你去吃火锅好不好?就那家你说毛肚特别好吃的 许慕舟的声音很稳 可是他拿着手机的手却在抖 终于他在定位里找到了林渊闪烁的红点 他想调转车头 我按住了他的手 许慕舟这才想起车里还有个我 因为我的阻拦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目光下意识地凶狠 我无奈一笑 按下了通话界面的静音 先让我下车 我还要去医院 我发烧了38度9 朋友聚会 我们提前离场 就是为了送我去医院 可是林渊一个电话 就让许慕舟忘了我的存在 许慕舟为难了 苗苗 我 阿渊他 我知道许慕舟想说什么 无非是林渊的情况更紧急 他更需要他 而我不过是生病发烧 又不是小孩子 难道不能自己处理 不等他把话说完 我善解人意地点点头 我明白 你去找他吧 我自己去医院 说完我下了车 我看着车子在原地静默了五秒 接着车头调转 急迟离开 林渊是许慕舟的初恋 大学时为了追到他 芒果过敏的许慕舟 硬生生吃了一盒 可到最后 林渊还是为了更好的选择 抛弃了他 这让许慕舟一度陷入到了自清自荐中 我没有救赎他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从失恋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那时候的他自信成熟 稳重内敛 他曾是我的人生导师 他成就了更好的我 只是没有用我喜欢的方式 林渊是两年前突然出现的 那个他所谓的更好的选择 不仅出了鬼 而且家暴他 林渊抑郁了 重度抑郁 许慕舟是他的心理医生 他说他早就放下了 现在的林渊 于他而言 就是患者 一开始确实如此 直到林渊不再付费 直到许慕舟在那个夜晚 寒情默默地对他说 你值得被全世界宠爱 今天是许慕舟朋友的生日宴 为了玩得尽兴 他在城郊找了个农庄 环境确实不错 游玩项目也齐全 只是位置太偏 十分钟过去 打车软件上依旧没有人接单 而我也因为发烧 有些站不住了 我蹲在马路边 犹豫着要不要给120打电话 突然远处一辆车开了过来 江之渺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眯着眼去辨认 好像是许慕舟的一个发小 薛让 他下车扶起我 你怎么回事 老许呢 我没有想把许慕舟的所作所为 广而告之 只祈求道 能送我去医院吗 我可能撑不住了 我说撑不住不是骗人 一上车 我就晕眩着 闭上了眼睛 恍恍惚惚呼呼中我听到了 薛让再给许慕舟打电话 他说 就算你有事 就算他临渊下一秒就要跳海自杀了 你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谁不能送你老婆去医院 要不是我临时离开 他昏死在路边都没人管 他不是小孩子 他当然不是小孩子 可你忘了 这是郊外 他是能变出一辆车 许慕舟 你他妈真是个畜生 操 虽然许慕舟的行为 并没有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 可听到有人为我出头 我还是忍不住嘴角上扬 可能是因为心境放松 后半程我直接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是后半夜 手机里没有来自许慕舟的任何信息和未接来电 反而是薛让给我发了条短信 我 薛让 有事先走了 给你请了护工 醒了报平安 于是我回复他 醒了 没事 谢谢你 想了想 我又补了句 有时间请你吃饭 我是第二天上午书完夜才离开的 跟公司请了一天假 直接去了朋友的律所 是朋友的下属接待的我 他把离婚协议书交给我 并对我说 如果需要提起诉讼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想应该是不需要的 但还是点了点头到了声谢 我回到家时许慕舟并不在 就家里的摆设来看 他这一夜都没回来 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拿出行李箱 开始收拾东西 这家里关于我的东西 已经越来越少了 鞋柜里的鞋子只剩了三双 衣柜的衣服也只有这一季度的 书房我已经搬空 上一周 我把电脑 文件全部搬去了新家 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 相比较费时费力地搬走 他们更好的去处是销毁 我往返八趟扔掉了所有东西 指数这个行李箱 在客厅等许慕舟 她是大概六点的时候到的家 看到行李箱 她愣了下 要出差吗 我说 不 我要搬走了 什么意思 我拿出离婚协议书 我们离婚吧 许慕舟停顿了几秒 她烦躁地推开我 别闹 我一夜没睡 已经够累了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趋于平和 没闹 你看看吧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 我们再商量 你来真的 对 许慕舟冷笑一声 江之渺 你在威胁我吗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 离婚 离家出走 你不是小孩子了 如此这般类似的话 我听过太多次了 一开始自责 后来恼怒 到现在毫无波澜 我坚持向她递出离婚协议书 你看看吧 如果没问题 在最后面签字 江之渺 够了 许慕舟低吼 她说 你在这样我就当真了 我沉默地跟她对视 最后是她凶狠地一开目光 她从我手上夺过离婚协议书 看都没看 直接翻到最后面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她恶狠狠地让我滚 但我还是提醒到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明正局见 我和许慕舟是相亲认识的 那时候我刚满二十 还没有大学毕业 我奔着好玩才去 看到许慕舟惊为天人 忍不住感叹 现在的相亲市场 质量都这么高吗 许慕舟哑然失笑 我们明白彼此都没有那个意思 于是寒暄了两句 互留了电话号码就散了 我是在三个月后 给许慕舟打的电话 因为她是心理医生 许医生 我想问问您 如果我听到了我的牙刷跟我说话 您说这意味着什么 许慕舟说 意味着你需要见我一面 那一天我做了很多检查和评估 许慕舟一直领着我 后来她跟我说 你生病了 要吃药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生病 许慕舟轻笑 吃着吃着就有了 那是我非常依赖 许慕舟的一段时间 她很有耐心 她温柔带笑 她跟我说 没关系 小毛病 我治得好 她用了一年治好我 我用了半年追到她 然后我们恋爱结婚到现在 六年了 我们还没有等到七年之痒 就已经走到了曲中人赛 但好在我已经释然 我给离婚协议书拍了照 然后发了条朋友圈 首先闸的是我妈 电话一个接一个 消息一条接一条 我一眼瞟过 那里面的字眼 不是贱 就是不要脸 为了避免自己心梗去医院 我直接将她拉黑 果然世界清静了 下一秒 许可的电话打了进来 她是我现存最好的闺蜜了 也是第一个知道 我要离婚的人 她说 我知道你特别想离婚 但现在庆祝 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 我笑了笑 不是庆祝 我是发给许慕舟看的 什么意思 她可能认为 我在赌气 如果我不逼她一把 明天的民政局 她不会去的 许慕舟大我六岁 我妈曾说 男女之间相隔六岁不好 生肖六冲 不吉利 可是许慕舟的条件太好了 直接击溃了封建迷信 愣是让我妈觉得 我上辈子积了德 因为这个六岁的差距 许慕舟总是拿我当小孩子 她对我好时 像呵护孩子 对我不好时 也像训斥孩子 但她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却是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的朋友圈揍了笑 第二天早上 等我到达民政局的时候 许慕舟已经站在了那 只不过不是她一个人 林渊也在 她看着我的表情很无奈 听慕舟说 你们要离婚 我吓了一跳 渺渺 你可不能这么冲动 如果是因为前天晚上的事 我跟你道歉 好不好 挺可笑的 她用着一副哄孩子的语气 可眼中的挑衅 却掩盖不住 我弯了弯嘴角 那你道吧 什么 道歉 你不是要道歉吗 林渊一正 但她反应很快 她握住许慕舟的手腕 看来渺渺是真的生气了 慕舟 你快帮我说句话 许慕舟冷着脸 她是小孩子吗 还要人哄 慕舟 你别这样 你不是答应我会好好 跟渺渺谈的吗 渺渺 我打断她 林小姐 我很好奇 你总叫我渺渺 我们俩很熟吗 林渊白了脸 许慕舟一声低喝 姜之渺 你的礼貌呢 我有点烦了 如果我没记错 今天的目的是领证吧 所以许慕舟 你在拖延时间吗 许慕舟的脸色 阴沉了下去 冥完不灵 我们前后绞进了民政局 做完离婚登记后 工作人员提醒我们 一个月后来领证 从民政局出来 许慕舟问我 你的东西什么时候去收 我惊讶地看着她 你没发现 发现什么 那个家已经没有我的东西了 其实许慕舟没发现 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她提出了分房税 她说 即使是夫妻 也需要有独立的空间 这样的两性关系 才能持久 那时候 我是真的信任她 即使我更想和她同床共枕 我还是答应了 从那时候起 我们即使是 每周发生关系 她也会在结束后 起身离开 我有几次拉住她 撒娇问她 能不能陪陪我 她总是用一副 看完恋孩子的表情看我 苗苗 我们说到的事就要做到 不能言而无信 后来有一次 她的朋友来家里玩 意外撞破 许慕舟睡客房的事 她调侃许慕舟 是不是被我赶过去的 许慕舟说 分房睡 我提出来的 为什么 她太粘人了 有点烦 我妈会打上门 我并不意外 新房的地址 我告诉过她 不是因为母女情深 只是我了解她 如果她不能找到 我住的地方 她就会闹去我公司 如果公司也见不到我 她就会去找许慕舟 而我最不愿意 让她纠缠的 就是许慕舟 曾经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 许慕舟跟我分析过我妈 分析她的行为动因 以及背后的真实目的 我妈在许慕舟面前 是透明的 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许慕舟一眼 就能看穿 而许慕舟看穿后 对我露出的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让我难受 慕舟要跟你离婚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 惹她生气了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 还舔着脸发朋友圈 你丢不丢人 我都说了 让你赶紧生个孩子 都快三十了 连个孩子都没有 你怎么那么没用 我怎么那么命苦 一走出去别人都说你有病不能生 你就不能给我争点气 我现在天天吃不饱 睡不好 连打牌都没心情 我不管 你去好好跟慕舟谈 你要是敢跟她离婚 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这千篇一律的话术 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他们早就不能再激起我的负面情绪 但我还是忍不住问她 您就不关心 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连自己的男人都留不住 还有脸说为什么 姜之苗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离婚 就不要再叫我妈 我从善如流 好的 阿姨 我妈呆愣了几秒钟 接着尖叫 姜之苗 她一副被我刺激到心梗的样子 你就见不得我好 是不是 你就非要气死我 是不是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着长大 你就这么报答我 你这是要逼死我 我看着面前这个歇斯底里 疯狂咆哮的女人 其实她没有完整的三观 她并不清楚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做 她现在三针九裂 好像离婚就触犯了天条 可曾经也是她 在我的老板 想要钱规则我的时候 她要嫁到五万 那是她给我找的暑气工 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老总是我父亲生前的高中同学 他让我过去跟别人财务学习 我去了 而那个我可以叫伯伯的男人 在一次醉酒后 把我堵在了车里 他说 只要我愿意 现在马上去开房 他一个月给我五千 我吓坏了 我颤抖着把这事告诉我妈 他沉默了很久 五千也太少了 你跟他说五万 他涨到五万你就答应 那一刻我是麻木的 我麻木地辞职 麻木地去学校 可他不放过我 他逼着我回那家公司 说不把事情交接清楚 他以后怎么面对那个人 那个想要钱规则我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因为重度抑郁 成了许慕舟的患者 我从厨房拿了把菜刀 扔到我妈面前 她缩了缩脖子 瞬间噤声 你要干嘛 我说 随您 自杀或者砍了我 您高兴就行 但婚 我是离定了 死一般的寂静 我妈看我的眼神 带了几分害怕 哦 动刀子太难看 我拽着她 走到窗户边 要不我跟您一起跳下去 反正您也不想活了 我还您一条命 我妈是落荒而逃的 到了门口 她恶狠狠地说 要死你自己死 别拉上我 终于 世界清静了 我就这地板躺了下去 脑子放空 竟然就这样睡着了 我是被许慕舟的电话 吵醒的 她问我 你那一展柜的包包首饰 怎么办 我缓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她说的是什么 都是你送的 现在物归原主 许慕舟冷声说 我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收回来的道理 那你就扔了吧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我是想拉黑许慕舟的 但一想到领离婚证的时候 还需要联系 就放弃了 我想 以许慕舟的性格 她一旦在我这儿碰了臂 就不会再主动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第四天 她又给我打来电话 彼时我正在履约 请薛让吃饭 薛让是个看起来挺高冷的人 但实际相处却发现挺温和的 她的温和同许慕舟的温柔不同 许慕舟的温柔代表 她的内心是冷的 而薛让身上则是一种 经过时间沉淀的厚重 我向她表达感谢 她询问我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然后我们聊起了彼此的工作 听说我现在在税务事务所 她有些惊讶 我笑着说 两年前把注册会计师考了下来 就换了地方 薛让点点头 很厉害 她又说 是老许眼镯 我垂下眼眸 估计她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我换了工作 在许慕舟眼里 我一直是很无用的 就像我当初告诉她 我想考诸会 她的反应是 不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薛让不是八卦的人 这个话头很快就被接过了 我们又闲聊了几句 结束了晚餐 走出餐厅的时候 许慕舟打来了电话 她问我 家里的沐浴露在哪儿 我沉默着 突然里面传来了林渊的声音 算了 你怎么还真给苗苗打电话 她误会了怎么办 我不喜了 我倾校出声 储物柜最下面的一层 有沐浴露 浴袍在最上面 玩得开心 等等 许慕舟的声音很急 你别胡思乱想 我和阿渊在附近吃饭 服务生不小心把汤泼在了她身上 你 我想说 你不用跟我解释 结果一脚踩空 幸好薛让扶住了我 她说 小心 许慕舟沉默了 过了几秒 她低吼 你跟谁在一起 我异性阑珊地皱了皱眉 我们已经离婚了 婚丧嫁娶 再无瓜葛 薛让说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去跟老许解释 我看向她 你也不相信 我是真的要跟她离婚吗 薛让看了我许久 最后她说 我相信 我弯了弯嘴角 谢谢 我以为我 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 许慕舟却开始电话轰炸我 甚至找到了我家 当薛让把我送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许慕舟从车上冲了下来 抬起拳头 就往薛让脸上招呼 我拿你当兄弟 你勾引我老婆 薛让硬生生挨了一下 许慕舟还想动手 被薛让一把钳制住 她说 够了 我冲过去 推开许慕舟 你发什么神经 许慕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护着她 我牙关紧咬 你有病 临渊姗姗来迟 她拉住许慕舟的手 不赞同地看着我 苗苗 你任性了 就算你心里有气 也不应该挑拨 慕舟和阿让的兄弟关系 薛让冷然一笑 阿让 我跟你很熟吗 林渊小脸一白 啊 薛让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知道我不喜欢你 就不要说话 够了 许慕舟总是下意识地维护林渊 她上前一步挡在林渊面前 冷冷地看着薛让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难耐地吐出一口浊气 许慕舟 不要你是脏的 就看什么都是脏的 林渊插嘴 可你是从薛让的副驾驶坐下来的 副驾驶坐 不是只有女朋友才能坐吗 我歪头看她 原来你知道 林渊一脸委屈 我 我是因为晕车 你听这话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她在胡搅蛮缠 强词夺理 唯独许慕舟是个睁眼瞎 我心累地看着许慕舟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我活该被你折磨吗 许慕舟面露茫然 折磨 你对我用 折磨 我面无表情 你怎么知道 我住这里的 问得我妈吧 你比我还了解我妈 你明明知道 但凡你主动找她 她就会觉得 我们还有希望 她会来烦我 一遍一遍地烦我 但你不在乎 因为怎么处理 我和我妈的关系 是我自己的事 跟你无关 这是许慕舟亲口对我说的 那是你妈 你得学会自己去处理 跟她的关系 而不是每次都来问我 否则 我这么长时间 对你的治疗算什么呢 可是她呢 我抬手指向林渊 你可以帮她处理所有事 她跟朋友 家人的相处 全是你手把手交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你许慕舟这儿 她林渊值得被全世界宠爱 而我将之秒 活该万事自己扛 我扛了 许慕舟 你已经教会了我 独自对抗全世界 所以我不需要你了 因为许慕舟和林渊的缘故 学让莫名其妙 被我带回了家 不过她没有进去 只是在门口的时候 对我说 好好休息 晚安 对她 我是有些抱歉的 可我太累了 身心俱疲 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 最后只能点点头 目送她离开 许慕舟想要跟我谈谈 我同意了 再次见面 是在她的工作室 我要求的 我希望 我和她的交谈 能理性点 许慕舟依旧是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她说 这次算我错了 我不应该扔下你 去找阿渊 只是阿渊当时的情况太紧急 我怕她想不开 一条人命 我总不能坐视不理 她是我的病人 你应该理解 不过我跟你保证 我会处理好跟她的关系 这一发言 就狠许慕舟 打一巴掌给柯唐 我想了想 大概是半年前吧 林渊跟人追尾 给你打电话 前一晚 你是熬了大夜的 但接到林渊的电话 还是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 事后你跟我解释 说林渊没有办法 除了你 她没人可以联系 许慕舟皱眉 你想说什么 我想问你 如果跟人追尾的是我 你会去吗 我当然 许慕舟卡壳了 她应该也想起了 一个月前的事 因为冷冻夜的管子 老化断掉 车子在半路爆缸了 那天 因为我的车送去保养了 我开了她的车 理所应当的 我想问问她 怎么处理 她说 遇袭就报警 生病 就打120 车子出问题 就联系修车行 江之渺 这是常识 许慕舟摘下眼镜 烦躁地捏着山根处 江之渺 你讲讲道理 我那一天会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前一晚吵架了 我点头 对 我们吵架了 所以 只要我不认错 不低头 你就要通过所有方式制裁我 做错了事 不应该认错吗 我疼得站起身 我这辈子 做过最错的事 就是跟你结婚 许慕舟拉住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要你在一个月欺满的时候 不要反悔 我这辈子 做过最大胆的事 就是追求许慕舟 她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帮助了我 以至于 我一度觉得自己离不开她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茶不思饭不想 见不到许慕舟的日子 我肉眼可见地憔悴了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只知道 我想跟她在一起 那时候的我 确实恋爱脑 我黏她 善度 爱猜忌 这些都是许慕舟不喜欢的 所以她一点一点敲碎了我 然后重塑 许慕舟没再找我的日子 时间过得很快 我出了两趟差 回来时 门卫告诉我 我妈找过我三次 都被他们拦了下来 林渊不知道 从哪里搞到了我的电话 她给我发消息指责我 因为你 慕舟和阿让彻底闹翻了 这下你满意了 不知所谓的人 我不想搭理 但我还是给薛让打了个电话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跟许慕舟解释 薛让不打反问 你需要吗 不需要 我也不需要 我沉默了 薛让开口 出差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他说 我去你们事务所找过你 有事 下属分公司的财务 突然要离职 暂时找不到合适的 想问你做不做代账 我说 我挺贵的 薛让低笑一声 那我努努力 应该请得起 我也笑了 行 我明天过去找你详谈 好 挂断电话 我想应该是我感觉错了 和薛让的交谈 和薛让的交谈很愉快 那家分公司的业务不多 外包做代账更划算 谈好价格后 我们签了合同 薛让抬起手腕 看了眼时间 我下面还有个会议 就不留你了 我松了口气 看来确实是我感觉错了 行 你忙 许木舟再次找到我 是在第十二天 模样有些颓 他说 你换工作了 竟然都没有告诉我 我皱了皱眉 你到底要干什么 许木舟看着我 你是真的要离婚 不然呢 为什么 许可常说 在我和许木舟的关系里 虽然是他大我六岁 但却是我在惯着他 许木舟想要的 我都满足 许木舟要求的 我都办到 所以他肆无忌惮 同时也失去了反思的能力 最后一次了 我们谈谈 这次是我开口 我对许木舟说 我告诉过你的 我考诸会的时候 告诉过你 但你坦言我考不上 我换工作的时候 也告诉过你 但你不相信 并觉得我在痴人说梦 包括买房 我也没有瞒过你 我从去年就开始装修新房 我从两个月前就开始搬东西 全在你眼皮子底下 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你看不见听不见 许木舟很茫然 可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我讽刺一笑 多亏了你吗 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好的人生导师 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礼仪廉耻 那一切都是 我在摸爬滚打中 自己摸索的 所以我的三观形成得很晚 最开始和许木舟在一起的时候 她总会失望地对我摇头 并感叹 你怎么连这些都不会 你家里是怎么教你的 如果是现在的我 听到这样的话 肯定会云淡风轻地反击回去 但曾经的我是真的感到羞耻 并觉得自己错了 你告诉过我很多道理 并一直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我 我不可以软弱 不可以有负面情绪 不可以向你求助 每一句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 都必须是积极向上的 我不能说别人的坏话 我不能抱怨对工作的不满 我不能没有生活常识 我不能安于享乐 你总是在指责我 你把我的自尊 一寸寸打碎 扔在了地上 许木舟 你知道吗 我曾经想过自杀 因为太痛苦了 我实质去求佛 我求了支签 上面写着什么我忘了 解签的人说了什么 我也忘了 我只记得我 一直哭一直哭 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 许木舟白了脸 他嘴唇颤抖 那那道 你是我的妻子 我只是希望 我只是希望你变得更好 许木舟 你是心理医生 你不妨用你的专业知识想一想 曾经你对我做过的种种 算不算 不 我 我抬手制止他 你想想 你先好好想想 许木舟 曾把我的自尊 一寸寸打碎 是我自己一片一片捡起来的 然后缝缝补补 成为现在的我 第十八天 许木舟出现在了我家楼下 他给我打电话 我错了 我改 你原谅我好不好 以后 我和林渊不再联系 我不再做那些 你不喜欢的事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 那我把这条命赔给你 好不好 他带了芒果 一整盒 他一口一口狼狈地往里吞咽 他的唇周 脸颊开始红肿 他裸露在外的手臂 肉眼可见地起了红疹 他没有停 一个 两个 三个 救护车来的时候 他已经呼吸困难 直到他被拖上救护车 我都没有出现 他眼中期待的光芒 慢慢暗淡了下去 双眼一闭 他昏厥了 最先为此事找到我的是林渊 他眼中的极度几乎掩盖不住 凭什么 他明明还爱着我 那明明是他对我爱的证明 你们明明都要离婚了 江之渊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看着林渊 其实我一直都很讨厌你 但我没有阻止过你和许慕周接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自问自答 因为你的出现拯救了我 因为林渊的出现 因为许慕周看着林渊时 那怅然若失的样子 我突然发现 原来许慕周也是普通人 他不是被我供奉在神坛上的神 甚至他还有点脏 第二个来找我的是我妈 他不理解 慕周都做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怎么样 拿桥已经拿得够久了 都给了台阶 你还不下 我也不理解 许慕周一直希望 我跟你断掉联系 并要求我不再供养你 你还要我跟他在一起 我妈变了脸色 转身跑了 第三个来找我的是薛让 我以为也是为了许慕周 结果他说 出趟差 我们连夜赶去了分公司 和马上要出国的财务 做了工作交接 又把手上的账目捋了一遍 因为时间原因 只能在那里住了下来 薛让神神秘秘地说 带我出去玩 七弯八绕 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前 我以为这是什么古镇游玩项目 结果薛让告诉我 这是轻败一条街 这里 有生意吗 薛让叹息 如果早听到你这句话 我也是不会投的 他扼腕 说他听了狐朋狗友的耳旁风 一个不查 做了亏本生意 钱一分没赚 倒是练就了他一身的调酒功夫 我坐在把台前 看着他行云流水的一番操作 轻败里为二的两个客人凑过来 让他也给调一杯 薛让笑了笑 把酒杯推到我面前 不好意思 专供的 这一夜薛让成了我的专属调酒师 我喝了不少 微醺 但不醉人 轻败里音乐刚好 温度刚好 就连半开的窗户外 吹进来的风都刚好 惬意的我有些飘飘然 学长问我 开心吗 我点头 开心的 许慕舟说 只要我去医院看他一次 离婚的事 他就不会反悔 我去了 看到我 他笑了笑 却笑得很难看 所以这些日子 你没有拉黑我 愿意见我 还跟我谈 只是害怕我后悔 是不是 我点头 他又问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我诚实回答 恨过 我曾有一段时间 特别恨许慕舟 我恨遇到他 我恨我爱他 可是后来 随着我考助会 换工作 我慢慢就释然了 我对许慕舟说 我了解我自己 如果重来一次 我绝对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二十岁的江之苗 需要许慕舟 不是你这个许慕舟 就是其他的许慕舟 和其他人在一起 我就能过得更好吗 不一样 那时候的我 确实很糟糕 因为我把自己 依附在了别人身上 但好在你推开了我 虽然过程是痛苦的 但好在结果是我想要的 许慕舟 我已经不恨你了 不是你不可恨 而是我不想沉眠再过去 但同样 我也不原谅你 现在 我只想离开 许慕舟说到做到 他没有后悔 我们顺利领了离婚证 他问我 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我失笑 你是心理医生 你觉得呢 我一直记得 许慕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过去不能改变 但未来有无限可能 人总是要成长的 跌跌撞撞没关系 摔得鼻青脸肿也没关系 不要回头 往前走 离婚后我果断 拉黑删除了许慕舟 和他相关的人 我唯一留下的只有薛让 在离婚后第四个月的时候 薛让告诉我 许慕舟被人举报了 举报的理由 是和患者暧昧不清 举报人 林渊 因为举报材料不实 许慕舟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林渊却没有善罢甘休 他直接放出大招 说许慕舟在给自己治疗期间 引诱自己 他和许慕舟的聊天记录 他们拥抱在一起的照片 以及一家店情侣半价活动时 他们接吻的视频 薛让似乎没想到 新闻里会有这么详尽的内容 他手忙脚乱想关掉手机 我淡淡地说 我都知道 他沉默了 我苦笑 你是不是想问 我为什么都知道 还不在第一时间离开他 我没 我打断他 那时候 我在卸身上的枷锁 我想逃走 得先打开困住我四肢的锁链 可我太没用了 我找不到钥匙 于是我只能打断四肢 周围的突然安静 其实让人挺尴尬的 就在我想着说点什么 打破沉默 薛让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已经很厉害了 我为薛让工作了一年 直到他重新找到合适的财物 这一年 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一次分公司 每个月的那一天 他都会给我调酒 他给我的报酬很丰厚 投桃报李 我也请他吃了很多次饭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我们成了朋友 许可问 他是不是想追我 我摇头 应该不是 那你喜欢他吗 我有些茫然 没想过 不喜欢吧 许可摇头晃脑 我劝你 不要给自己预设 因为林渊的举报 许木舟被开除了 他的履历上有了污点 很难再找到好工作 可即使到这一步 他也拒绝跟林渊在一起 杀雨而归的林渊 终于放弃了 听说许木舟开始经商 但做得并不好 闺蜜问我开不开心 我点点头 挺开心的 我会每个月给我妈赡养费 但不怎么见她 她说我小心眼 竟然还记仇 我听一听 也就过去了 我还是会给她养老 但我收回了对她所有的感情 不管是爱还是恨 这样的状态让我很惬意 我的生日在年底 因为朋友少 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 我对过生日没有任何期待 但薛让请我吃饭 她给我庆生 桌上有我爱吃的菜 和喜欢的蛋糕 她送了我两份礼物 一份要我生日快乐 一份要我做她女朋友 我答应了会快乐 也答应了做她女朋友 许可择舌 就这 都不追一下的吗 我笑了笑 我喜欢跟她相处 成年人的爱情 有我们的默契 不需要轰轰烈烈 也不需要海誓山盟 合适了就行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问薛让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我的 我没有自作多情到 认为她暗恋我多年 但我又总觉得 她从很早就开始对我好 薛让想了想 她说 我最初对你的印象并不深 只觉得 你是许慕舟的小娇妻 个子小小 年纪小小 不怎么说话 但很乖 直到有一次 我陪我妈去上乡 薛让并不耐烦 做那样的事 她妈去听诵经 她就百无聊赖地到处打转 然后就碰到了江之苗 痛哭流涕的江之苗 薛让的第一反应是回避 任何人都不会愿意 自己的狼狈 被认识的人看到 可她最终没走 因为江之苗 哭得实在太难过了 那样的抽烟 那样蜷缩着自己 就好像被抽筋八股了一般 薛让拍了张照 想要发给许慕舟 让她来处理 可最终也没发 那是许慕舟的妻子 如果她可以在许慕舟那儿 得到慰藉 她会跑到寺庙来哭 薛让想 算了吧 不要做多余的事 可她最终还是做了 她买了一包纸 递给江之苗 但她词语匮乏 最后能说的 只有三个字 别哭了 江之苗没有记住 那个给她递纸的人是谁 薛让却把她眼中的绝望 牢牢地刻在了心里 一开始 薛让并没有想做什么 她是个不婚主义者 她既不想结婚 也不想谈恋爱 麻烦 更何况 那是朋友的妻子 但每次聚会的时候 她总会多注意她两眼 想看看 她是不是 还是那么难过 又想着 是不是能够做点什么 让她不要那么难过 于是KTV里 她会装作 无意的指挥服务生 把果盘放到她那边 餐桌上 当她喜欢吃的粉丝包 快要转走的时候 她会抬手按住转盘 只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薛让想 没关系 至少我在的场合 让她开心点吧 这些都不代表什么 她也会给楼下的流浪猫带吃的 没有目的 顺手的事 直到他们开始闹离婚 许慕舟误会他们的时候 她没有解释 一是 近两年许慕舟的一些行为 她越来越看不惯 二是 她就想表个态 这姑娘挺可怜的 她站着姑娘 她没想过会和江之苗在一起 她可是个不婚主义者 直到朋友戳破她 你是在玩一种狠心的暗恋吗 她暗恋江之苗 她暗恋江之苗 薛让认清现实用了两天 她倒抽一口凉气 有点想结婚了 怎么回事 薛让和江之苗 是在 他们恋爱的第二年结婚的 许慕舟也来了 被薛让拦在了外面 别了吧 大喜之日 别让她不高兴 许慕舟大骂薛让虚伪 说她蓄谋已久 说她不安好心 说她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薛让叹气 要不是怕礼服咒了 我真想揍你 走到半路 她又返回 对许慕舟说 真没有 你别侮辱她 搞得好像她婚内出轨一样 那不行 江之苗清白得很 江之苗才是被欺负的 婚后的薛让和江之苗 一直过着二人世界 薛让不想要孩子 继不婚主义后 她发现自己想丁克 她妈说她想一出是一出 但也不逼她 毕竟她愿意结婚 已经是烧高香了 她妈想 儿媳妇比她小六岁 应该能给她送终吧 但其实薛让是忐忑的 她不想瞒江之苗 但也怕她不接受 结果江之苗听完呕了声 刚好 我也不想生 其实江之苗也在犹豫着 怎么告诉薛让 跟人结婚 不跟人生孩子 不厚道 可她真没有自信 做一个好妈妈 她的前半生太狼狈了 后半生能治愈自己 已是万幸 一个生命这样的命题 太厚重了 如果她交不出满意的答卷 就宁愿不要作答 但好在 两个人竟然达成了统一 唯一对此颇有微词的是许可 你信她 她以前还是不婚主义呢 如果哪一天 她又想要孩子了 你怎么办 男人可是什么时候都能生 对此江之苗很淡定 你的关注点错了 这个命题是我不想生 而她刚好也不想要 所以我们意见统一 然后结婚 想不想要是她的意志 不愿意生是我的立场 我们能统一就在一起 不能统一就分开 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不难过吗 江之苗从报表中抬起头 因为害怕受伤 不想难过 就不开始吗 我总不能畏手畏脚过一辈子 听到这些话 学让挺开心的 那个嚎啕大哭的小姑娘 那个那么难过的小姑娘 好像长大了 不 她一直在成长 没有任何人能打倒她 请你来 准备